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九合一选举明天举行 将选出各县市、乡镇首长和地方议员 选战前最后一天 虽然蓝绿的基本盘大事几乎已经定了 但各党派的候选人还是全力充斥 扫揭败票 希望拉拢关键的中间选民争取最后的机会 台北市长的竞选是这次九合一选举最受关注的焦点 这个国民党稳守了20年的传统票仓 面对五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强有力的挑战 医生出身的柯文哲被认为有深律背景 他强调自己能搞好经济 政府不是去做每一件事情 政府是建立一个info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要如何让一个政府有效的运作 这才是市长要做的工作 并不是说市长要去懂财经 要懂什么 因为我们只要找到对的人来做事就可以 面对民调一直落后的局面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连胜文痛批对手 被指使用栽赃和分化的手段 不管是栽赃或者是这种分化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从来没有用这种方法去对付我们的对手 但我们的对手却一直用这种 要么就是栽赃要么就是分化的手段来打击我们 所以到底谁是谁非 我们希望选民可以用选票来做出一个判断 和台北市一样 国民党在以往占优的台中市也是选情告急 国民党候选人也就是台中市现任市长胡志强 在选前民调中稍微落后于民进党候选人林嘉隆 分析家普遍认为台湾三月的太阳花学生运动 和近来爆出的食品安全问题 以及教育改革和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 都是对执政的国民党不利的因素 也道胜BA 对执政的国民党不利的产生体 ク